什么呀 外行也做不了 尤其这开药铺 要是外行 那更办不到了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 您听着可乐吧 就是外行 在这个 我小时候啊 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 后门有个一溜胡同 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 满的爷 姓满 名字叫满不懂 满不懂满的爷 家里挺有钱 可是别的他都不懂 他就懂这钱呢 是越多越好 满的爷满不懂 懂得钱是好的 别的不懂 老想着 钱多 还想发财 就知道啊 做买卖能够赚钱 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 他又是个满不懂 你说开什么买卖 搭个伙伴 就找这伙伴 找来找去 有人介绍了一位 这位啊 就在这个 宣伴门外菜市口 有个贾家胡同 贾家胡同 住着一位贾先生 姓贾 名字叫贾行家 贾行家跟着满不懂 也不是怎么凑的一块了 这二位行了 天天哥俩就商量 做什么买卖啊 商量商量商量 满事情转悠 哎 这天走到这个 西安门大街这行 路北楼有一个 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 门口贴着条 家具出队 此铺出岛 满谍一瞧 就跟贾行家说 哎 贾先生 您对这买卖药铺 有研究吗 贾行家听 嘿大哥 您怎么了 药铺 咱们是老本行 行家 是啊 那咱们进去看看 可以 两人进来了 哎 掌柜的 您这个药铺 要出岛吗 掌柜 二位请坐请坐 可不是吗 哎 这个 怎么着 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 啊 不 我们问问 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 两千块钱 假行家吗 这 两间门面就两千 太贵了 啊不 您看呢 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 啊 还有好些个存底子 存货 您就卖一两个月 都不用上货 后头院 还有三间房 还有两间堆房 满的爷一听啊 当时就高兴 把钱掏出来了 为什么呢 满的爷一想 我家里住那两间破房 也不怎么样 家里也没多少人 归了包村三口人 俩大人一孩子 后头有三间房 倒过这买卖来 我们也就搬这住来了 假行家里又没人 这么一干 这小买卖挺好 不就两千块钱吗 这是五百 先给您这定钱 在三天之内 那一千五给您凑齐 另外呢 您呢 也把这个安排安排 就得给我们腾房 到三天 我们就来 我们就搬这儿来了 那没错 没错 交完定钱就出来了 这个掌柜的说 您二位 我跟您商量点事情 这买卖啊 没问题 三天 您就明天来 您让我腾房 我都腾 我有地住 我跟您要求点事情 什么事啊 我这儿 有我一个外甥 刚打这个乡下来 来我这儿没几天 就说送我这儿 小徒来的 你说这玩意儿 这买卖一倒出去 我把它安排哪呢 可是呢 您这儿呢 也应当用个小徒弟 是不是 您看看 能用不能用 您能留下不能留下 满脸满不懂一听 小徒弟 那我得看看 这人老实不老实 老实 您您看 这不是就这孩子吗 叫什么名字 他叫 窝囊废 窝囊废 从这名字 我就得留些啊 这仨人算凑得一块了 好好好 就在这儿吧 没关系 管吃管喝 每月给三块两块的零花 得了 事情都办妥了 回家了 一天两天 到第三天 真搬过来了 人家也摆房疼了 游刷门面 择机开张 找了个好日子 这天呢 开门的时候 什么时候 半夜了四点钟 就开门了 饭挂鞭 扁了啪了 扁了啪了 街坊邻居都吵醒了 不知道什么事啊 这就算开张了 四点来钟开的张 三个人 趴着柜台 瞪着眼睛往外看 干嘛 等买煮 半夜了 谁起来 人家没疾病 谁买药啊 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 等丁 太阳都出来了 满爹说 甲先生 咱这买卖行吗 怎么还没人买呀 这您着急哪行啊 咱下门下得早了 您这 这不是来了吗 正说着呢 进了一位 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 辛苦辛苦掌柜 心肠知喜 心肠知喜啊 给您倒洗来了 您买这挂上吧 送对子 满爹一想 哟不认识啊 谢谢 您是 在东边在西边 您的保号什么字号 以为人家是 戒边的街坊买卖家呢 再说 不不 我不开买卖 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 摆个皮镜摊 我是个皮镜缝破鞋 我呢 姓陈 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 因为呢 我在这药铺门口 摆了有四五年了 听说呀 换了东西 换了掌柜的 我来给倒倒洗 我再跟您说一声 我天天麻烦麻烦您 就在这门口摆摊 可是呢 我可也不糟禁不祸害 我每天早来 来的时候 我把您门口给扫扫 临走时候 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 哎 您看可以吗 满的也满不懂一听 那那那没什么 人又给送队子 好好好 您还照摆 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吗 您还照摆 还看您呢 有个阴天下雨 刮风 请到屋里来 听见没有 渴了 里边喝水 打我这说 没关系 您就天天在这 你看 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 是好好 谢谢您 哎呀 您那一共几位呀 我们这就是 这我们这假先生 假行家 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费 后边呢 也没别人 后边呢 有我老婆 有我一个六岁的小孩 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 跟别的小孩打起来 您受累给劝劝架 行行 没关系 没关系 说得挺好 那么掌柜的 您辛苦这吧 我外头了 好好 陈师傅 您有功 您就上屋里坐着 渴了就喝水 脾竞出去了 哎 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 药铺 药铺也如是 不能不开张 进了一位 买药的 掌柜的 您给我来一毛钱的银珠 银珠 就是那个 印戳在印筛里头 我们小时候 老师给判访用的 那个银珠 红的 来一毛钱 银珠 满的也是满不懂啊 赶紧叫 贾先生 贾行家 贾先生 您该拿药 银珠 贾行家一听 贾行家吗 找银珠 拉臭他就找药 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 他怎么没有啊 不是没有 有他也不懂啊 也不知道啊 找了半天没有 掌柜的 没有 那您一听 他这货底儿少 没有没有 就杠人没有吧 贾行家说 别别见 那您不得罪主顾吗 明儿一嚷嚷好 谁还上咱们这抓药来 没有 我有主意 我能费 把小徒弟叫过来了 他过来拿两块钱 去 到这个 首饰楼 银楼 两块钱 咱俩银珠来 听到没有 要六千一个的就可以 来俩 越快 好快去 我能费不知道怎么回事 拿着两块钱 办首饰楼了 他打银珠去了 这玩意还挺慢呢 人家抓药这位等级了 掌柜的 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意思啊 您稍后 咱们柜上没有了 上我们这个货站 货站取去了 我还没听说 这个首饰楼市药铺的货站呢 您您那等 一会儿就来 一会儿沃娜费回来了 六千一个 两块钱 打俩银珠 交个假行家 假行家一看 哎 给您 银珠 买药的这位 接过来一颠这么沉 银珠红面 哪是那么沉的 打开一球 这么大俩银珠走 人家不敢拿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常规的 我要银珠 假行家说 假行家说 是是啊 您看这不是银珠啊 哎 你咱这儿货真价实 不卖假货 一定是银珠 不相信 回家切开看 如果是习的是签的 我们受罚 没错 咱这买卖刚开账 您拿走吧 仔细带来往外推人家 这位一想 嘿嘿 一毛钱 弄一两多银子 这么大俩银珠子 那走就走吧 这位出去了 满的也满不懂 别的不懂啊 他懂得赔钱呢 贾先生 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 行吗 您看 咱们是老行家 跟您说 买卖你得拉主锅 这回赔钱 下回就赚他的 你不信他买个 十斤八斤的人身 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 这可不是吗 你先赔后赚的 您放心吧 哎 好 放心吧 张嘴说着呢 又进了一位 拿着一毛钱 张嘴大 来一毛钱 白鸡 白鸡啊 我们小时候 拿那个洗纺绸啊 洗衣服什么的 那么种药材叫白鸡 也有拿那个 沿这个红柱色的 写字的 也有干这个用的 这叫白鸡 张嘴大 您给我来一毛钱 白鸡 满不懂 满不懂 当然是不懂了 假行家 假行家 拉抽 他找白鸡 找了半天 没找找 掌柜大 没有啊 没有 您赶紧 杠人 没有吧 您怎么老爱得嘱主顾呢 没人还来不来啊 啊 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 出什么主意 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 还出什么主意 郭能费 嗯 拿两块钱 上财社上买一只白鸡来 可强买 一走别生 快去 是 郭能费去买去了 一会儿工夫买了一个 三斤六两的大白鸡 两块钱 拿回来了 叫个假行家了 假行家一看 那个 上头有两根黑鸣 您 您 您等会儿 我后头给您配药去 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 哪知道 他到后头 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鸣 给拔下来了 男朋友拿出来了 给您 白鸡 这位一瞧 啊 掌柜的 我要白鸡 是啊 您看这不是白鸡吗 一根黑鸣都没有 有他刚才淡泄去了 咱这是货真价实 您明白吗 下次还让您照顾呢 没错 没错 三斤多呀 您拿走 加吃去吧 这位这个乐呀 一毛钱买三斤多 种一个大白鸡 这药材也甭买了 加了炖鸡吃去了 这位走了 满的也满不懂可及了 贾先生 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 干得好吗 没错没错 您呢 先陪后赚 哎呀好 先陪后赚 正着说着呢 这么工夫又进了一位买药 买什么呀 父子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有叫相父子的 有叫父子的 长官大 来两毛钱父子 满不懂是不懂啊 假行家这回 连抽屉都没开 跟这满的也满不懂上了 大哥 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 咱们是这个 当然了 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 可是按理由说 您拿的钱 我应当出个人力 为什么呢 人家来买父子 人家买父子呢 可是我家也有儿子 我家有儿子 不过他在南京呢 这玩意太远呢 人家来抓药 人家人就等着用啊 对不对您呢 那么这个呢 只好呢 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 啊 紧着我们爷儿俩卖 哎对了 人买两毛钱父子吗 对不对 您到后边去 把小孩领出来 跟人家走吧 啊 我们跟人家走卖了 那没办法 咱这是买卖生意呀 对不对 您跟人家走 配完药 人家还给送回来呢 哎 你这不是 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 别别嚷 别嚷你 你嚷着 让人听着多笑话 您去领孩子去吧 四七百里往后边推 满的也满不动 又是急又是气 心里这份难过呀 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 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 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 六岁的小孩 正在地形那儿玩呢 满的也满不动 一看这孩子 眼泪差点流下来 心里他很难过 过来一拉这孩子 说话 颤颤巍巍的 哎 小子 我对不起你 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 人家来买药 现在把你给卖了 走 跟人家走吧 往外就领 大奶奶一听 那有不及的 啊 怎么了 你你你怎么怎么 干买吗 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我也不知道 他是药贼呀 胡说八道吗 这不是 那那那能卖吗 你你你别别别闹了 他能卖吗 干你不幸的事情吗 连我一块走 我们人俩全卖了 说这话 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 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 你个缺德老鬼 谁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 啊 那那没办法 人家贾先生说的 你们俩是药菜 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 跟贾先生说说 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 行不行 贾行就听见了 哎大嫂那那可不行 人家来买来了 咱们已然收了钱了 对不对 咱们这个货真假 那那那不不能 咱们这买卖生意 你们俩来跟人走吧 你买父子 领走 那位能领走吗 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 那位 我买父子啊 是是这是亲父子 这亲爷俩 咱这货真假实 您领回去 然后您带打听 如果要是报的 您给送回来 这都哪的事啊 这都 那位也不敢领走 正在这儿 正在这儿 没分着呢 咱们公分又进了一位 这位是天井人 买什么呀 沙人 沙人倒扣 哥嘴里横着去额位的 因为他是天井人呢 这个沙呢 他说撒 进门就说 男官大 来两个钱撒人 他们那正闹着呢 假行就一听 得得 甭闹了 人家来买撒人 大嫂 您也甭闹了 咱们一块全卖了 您来的真算巧啊 您要买色人 我们这都没有 现在我 内政柜的 跟我们这徒弟窝囊费 就撒人了 这回好了 咱这买卖 甭干了 全卖了 走吧 跟着走吧 大奶奶这个气呀 你这胡说八道 这叫什么事啊 孩子也哭 大人也嚷 咱们一吵一闹啊 外头那位陈师傅 皮静进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这掌柜的 你们哭什么呀 满脸满不动 一瞧 陈师傅 我跟你说 你看我这买卖 这两千块钱多倒霉啊 人家早晨来了一位 买这个一毛钱的银珠 我们这贾先生花两块钱 给人咱俩大银珠子 愣给人家了 他刚先赔后赚 人家买一毛钱白鸡 花两块钱 三斤多的一个大白鸡 给人拿去了 他刚先赔后赚 这倒没关系 赔辣钱不要紧 别把人赔在里头啊 你看见吗 这位来买父子 他把我们银俩给卖了 这位先生来买仨人 连徒弟窝囊费 带贾先生 带我老婆这全卖了 您说我们这买卖 还怎么搞啊 皮静一听啊 墨头往外就跑 满蝶直叫 哎 陈师傅 你跑什么呀 皮静说 我还不跑啊 回头来个买陈皮的 白我也卖了 老婆 在后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